第三个变化是我个人最看重的 就是未来的人类最伟大的事件 我认为是第四次公业革命 而这一次新的公业革命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西方是不能垄断的 中国将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可能说到具体 可能就是中美的参加 其他国家可能也没机会了 我的历史观是这样的 人类的近代历史表象是人类从古代到现代 叫现代化 英文叫modernization 实质是什么呢 实质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我个人是把农业文明叫做第一文明 工业文明叫做第二文明 就从手工劳作走向了大机器生产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文明呢 就是工业文明 它那个力量非常大 它的经济效率 科技 就知识水平和那个军事能力 那是无与伦理 工业打农业 就是三体作者刘思新讲的 宇宙里面的基本法则 高端文明打低端文明 叫降维打击 就势不可当 没有办法抵抗 对不对 这个 还有意志老是不服 人家来一个什么 二伯片 是吧 就把太阳系变成一平面了 对不对 就再什么 这个二相伯 他就给你变平面了 就跟你这个意志没关系 对不对 这就是近代史的本质 近代史的本质 就是人类从农业到工业 从手工劳作到大体系生产 从第一文明到第二文明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叫工业化 工业化 英文叫industrialization 这个是近代史的本质